對 增添減脂而常吃乳清蛋白 但是要小心 容易曬黑 還是會長痘痘喔 請搶答 楊誠華 長痘痘 長痘痘 不假思索 你真知道 這他的專業啊 對啊 這我專業 長痘痘的原因是 其實我們在門診的時候 就遇到滿多這類的人了 他們就是在吃乳清蛋白之後 可能他們的體質 就對於這個乳製品會有點過敏 它本身就帶這個過敏體質 長痘痘是一個過敏反應 對 對 對這些人 但不是說每個人都是 所以就是這些人的話 我們就建議是 如果他很在乎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換其他的 可能是大豆蛋白啊 或者是換成其他的 源泰的蛋白質食物來吃就好了 那就避開乳製品 什麼樣的人需要吃到乳清蛋白 基本上如果平常 魚肉 豬肉 雞肉充足的話 可能就不太需要喝乳清 但是如果我們有健身的話 會需要更多的蛋白質 那如果光靠吃的話 不容易達成 你就要靠刻的幫忙補助一下 健身的話都要亮 不夠 對 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像是個補充劑就對了 對 沒錯 對 長痘痘 請揭曉 非常好 來 兩樣聲話 請選擇 好 那我那個邊邊角角好了 這個八樓之六 您都走過去了 那就八樓之六 我一樣可以回去了 就順著吧 其實我還滿靈活的 對 要嗎 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被束環出來 好恐怖喔 開箱 還可以 七千元 很快就脫平了 一下脫皮 好 切住下來 來 強聽到的皮秒雷射 最主要的功效 應該是增加皮膚鎖水 還是改善色素沉澱 請請搶答 錫維倫跟羅玉佩 兩個人同時搶到了 真的嗎 你們的訊號同時進來了 來 所以兩個人猜選 好 剪刀石頭 不 對不起 我贏了 皮膚科醫師回答不了這題 來 請回答錫維倫 我暈了 是 改善色素沉澱 你做過皮秒雷射嗎 有 就是改善色素沉澱的 對 專業在這邊嗎 是 雖然沒有搶到 沒有拆 拆水沒有拆飲 讓你鋪個光 什麼樣可以做到皮膚鎖水 其實還滿多的 第一個光是你 插對正確的保濕的 鎖水成分的保養品 這就可以了 成分的 就可以做到 適當程度的鎖水 如果是醫美呢 醫美有什麼可以做到 那當然我們現在也有一些 保濕針啊 注射類型的 直接打到 保濕針 對 蒸皮層去 然後去讓這些玻尿酸 去抓水 補水 對 很多 改善色素沉澱 請介紹 這由大哥才知道 好 皮膚雷射呢 它其實啊 可以在瞬間呢 就幫助我們喔 可以把黑色素給粉碎掉 所以它最主要的功能呢 當然就是要擊退黑色素 那比如說呢 有一些朋友啊 他可能會有豆疤啊 斑點啊 暗沉啊 蠟黃 膚色不均 或者是有這樣的一個狀態呢 他都可以透過皮鳥雷射 來達到改善的效果 也可以讓你的皮膚看起來更嫩白 會緊緻嗎 皮膚可以緊緻皮膚嗎 會有刺激膠原蛋白增生 所以它其實一定程度的 可以讓皮膚表情覺得很透亮 然後很光滑緊緻